大家好,我是猫叔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盐水炸鱼包 盐水炸鱼包是海边人原汁原味的做法 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完全依靠鱼的鲜味 不需要用过多的调料 盐水炸鱼包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 每个地方的做法有一点点的小区别 例如潮上他就喜欢放豆酱 广东地区就喜欢用橙皮 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就喜欢用姜葱 这些都是盐水炸鱼包的做法 盐水炸鱼包还有一个特点 它比较容易掌控火候 它不像清蒸鱼那样 对火候要求的比较严格 盐水炸鱼包还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它可以吃鱼肉也可以喝汤一举两得 是非常简单易学的一道家常菜 也是一道船上人家的船上菜 接下来分享它的做法给大家 准备一些海鱼啊 这些小的海鱼都可以 这叫炸鱼啊 炸鱼就是什么鱼都可以有啊 这个是红辣鱼啊 这个是美满鱼 这个是筋骨鱼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鱼啊 大家有懂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个就是假的黄花鱼 有很多人叫山崖 它这个我不知道什么鱼啊 它有一点像石头鱼 大家有知道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接下来我们把这些鱼开糖破肚 首先打去淋啊 这是准备好的一块水发橙皮啊 把它切成丝 这个葱切成小段 这是我们宰杀好洗净的鱼 水开后放入一点油 盐呢就放一勺 然后把这些橙皮啊 啊葱头 先下锅 啊把它的香味煮出来 接下来我们再把宰杀好的鱼 放入锅里面 先下大条的 啊开 中小火啊 开中小火把它尽熟啊 这个有点像蒸鱼 把它盖起来 然后关小火 好了 大约把这个鱼 蒸它三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鱼比较小啊 也比较薄 三分钟后我们就可以把火关掉了 嗯 出锅上台 我们简单易学的盐水炸鱼包自作完成啊 上台我们就撒上点葱段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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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 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 好了看完我的视频 是不是发现这款盐水炸鱼包 是不是简单又容易 盐水炸鱼包呢 只需要放果皮和葱头啊 就可以去除它少少的腥味 保留了鱼的原汁原味啊 炸鱼呢 它每一款鱼都有不同的味道 这个完完全全依赖鱼自身的味道 所以不需要加入任何的味道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鱼的味道怎么样 如果喜欢吃啊 酱油的可以蘸一点点酱油 这个鱼已经是有咸味了 非常的清淡鲜甜啊 来再试一下这个鱼 水炸鱼包它的口味非常的清淡啊 海边城市就喜欢吃这种清淡口味的 它不需要掌控很好的火候 它只要用水煮就可以了 它可以吃鱼肉也可以喝汤 汤也是一样的清甜 不用放任何的调料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下一期我们再见